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对对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是两个专业的 对 两个专业 同级吗 同级 同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是说认识还是在一块 你自己界定吧 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 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 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做事 所以就认识了 然后至于在一块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 14年 前面那两年怎么就错过了 没在一起 当时因为我刚入学嘛 不太会积极主动的去找女生 就开始可能只是有好感 然后他就被我们学生会一个更高年级的 不太会积极啊 我们俩旧的重工 是一道是一道人 それで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前男友是她初恋 然后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 就是刚失恋的时候 肯定或多或少的说 走不出自己失恋的阴影 所以她和我说了这个情况 我说没关系 那咱们既然在一块 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 然后只要能够让你 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 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 所以说当时她会 看她前男友的合照 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 我既然答应了说我愿意等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 就是一直带她走出这个阴影 后来呢 受不了了 后来没有 后来有一段时间 她其实就突然对我也挺好的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说可能是不是 她心里放开了 我觉得可能我日子熬到头了 我也蛮开心的 但后来其实我通过 她的微博小号我才知道 其实那是因为她前男友 有了女朋友 所以她才开始对我好 我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 这有什么难受的吗 她对你好就行 但是对 其实我觉得 但只要对我好 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一件事 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相处 我觉得爱情它有了希望 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她前男友回来又找她了 然后之后她就一直说 要和她前男友一样 出国留学 考托福 就是以前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要出国留学这件事 就前段时间见完她前男友之后 偷偷见她前男友 然后她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 她想考托福去出国 所以我觉得 我想说我出国并不是为了前男友 我就是想觉得自己的前途 因为大四了嘛 大四有很多选择 有可能就业 有可能考研 我当时的选择 包括跟家里人商量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 有可能出国留学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出国留学 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就是除了美国 我觉得适合咱们专业的学校 我觉得也挺多的 是学长去了美国是吧 对 这我觉得也挺多的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美国 反正毕业嘛 总是一个坎对吧 互相商量着 你是想出国 你想吗 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 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 可能就是我的专业 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 你是什么专业 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你呢 我是学新闻的 要去美国是吧 嗯 要走了以后 未来的这个情感 你们怎么延续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 彼此都可以很独立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其实出国也不是说 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 我觉得可能出国 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我问问你啊 姑娘就是 你在跟他交往期间 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 我不用交往这个词 我用交集 比如说有没有见过面啊 有没有互动啊 聊天的互动啊 其实 有过 但是不是很多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 因为前段时间 他有一次 大半天找不着他人 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 然后问他室友室友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后来晚上 很晚才回来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去帮朋友救场 去做一个什么事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那个学校证教处嘛 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 才无意中从老儿嘴里得知 他前男友回来 应该是拿出国的一些什么文件吧 然后我才知道 他去见他的前男友去了 我当时不告诉你 不是偷偷去见他 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给你表明过 我可能在我心里 前男友一直有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因为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只是 为了见他 如果真的没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和我说一声 不要欺骗我 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 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他 你不介意我心里有他 但是我可能会害怕 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开心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前男友 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总之就是见前男友却欺骗了他 就是没对他说实话 对吧 你怕伤害他 我觉得他心里不想 他不想放下 就如果说他真的是想放下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 你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好不好 就是我和他在一块 不是一年多了吗 但是他的微博小号 每一天都在更新 关于他前男友的东西 失恋一天 两天 失恋多少天 对我来说 他只是一个习惯 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去做的 我也没有想过 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发现 可能会给你带来商量 他前男友去北京工作的时候 他会结北京的天气截图 后来他前男友去了美国读书 他又会结美国的天气截图 这过生日的时候会说 祝他生日快乐 我跟他逛街的时候 我看到他包里有张快递单 就是寄给他前男友的生日礼物 所以那段时间正好是他 前男友的生日 不是 那个生日单 我得解释一下 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 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那个生日礼物是我在跟他 就是分手之前就买好了 那个礼物其实我也想过 就是转送给别人 或者说就把它扔掉 但是我也考虑过 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 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价值 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觉得扔了 其实也挺可惜的 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 就像朋友之间一样 没有任何别的 你们在一起 你过过生日吗 过过生日 但是他没怎么和我一块过 他过过生日吗 他过过生日 你给他过了吗 给他过了 当时放暑假 我又专门跑到广州一次 其实那段时间 真的还是相处挺好的 就自从他前男友回来 可能又开始对我特别冷漠 然后最近又多么 我觉得其实你太个应前男友了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我心里 没有你那么多去想着他 在我心里 他有一个位置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他只是过去式了 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和将来 那既然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在微博上 不停地更新他呢 咱们在一块已经一年多了 因为他就像我一个习惯一样 因为他是我初恋 可能很多事情就像写日记一样 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美国吗 其实我还没太想好 因为毕竟也不一定说 我想去就能去 其实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 但是他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就因为前男友回来 就说要去美国 这事太巧了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 好 我去美国留学 真的只是我个人的前途 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 而且去美国是我跟我父母 我们坐下来讨论过 去美国学专业 进修一两年两三年 可能对于我将来回国以后 前途来说会更光明一些 只是这样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轮回嘛 前男友毕业的时候 说分手 两年以后要毕业了 现在说分手的不是男友 是另外一个人 应该怎么办 听老师们的吧 求比特问卷 不许说你过去那点事了 我把真不说过去那点事 不许说了 我想问一下 你在微博小号上 还写你和前男友的 分手纪念日 是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 14年分的手 14年几月几号 14年8月底 8月26号 那你们俩是哪天签的手呢 2月28号 姑娘你不太记得 对吗 分手纪念日 记得清楚无比 签手纪念日 不太记得 但男孩记得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前男友长什么样 前男友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特别帅 但是我就觉得 他特别有才华 特别优秀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光芒万丈的那种 光芒万丈 他就像我人生的一个灯塔 灯塔 那现男友呢 是什么 我觉得 现男友就 对我挺好的 他也挺爱我的 就是我身边 所有的人都觉得 可能 如果我这辈子 不跟他在一块 可能也 再也不能遇到 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 其他身边的人 怎么认知不重要 你怎么认知最重要 前男友是灯塔 光芒万丈 现男友是什么呢 比喻一下 温开水吧 温开水 温开水 适口 适口 温开水 温开水很健康 对吧 很健康 是这样 每个人在自己心中 初恋 都必定留有一定的位置 有一个角落 就为初恋对象留着的 他永远不会被磨灭掉 我想这个小伙子 应该不是说特别在意 他留了个角落 关键角落有多大的问题 是不是经常 没事 不管他 他就在角落里 稍微一触碰 角落膨胀了 占据了整个空间 把现男友挤到角落里去了 这是你自己心态最大的问题 说实话 他认为你去美国 是受了前男友的影响 我也基本是这样认同的 毕竟前男友是灯塔嘛 但是灯塔 为什么会抛弃你呢 他说毕业了 然后觉得 当时在北京 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 他去北京没问题 你们俩也不用分手了 他不是特别喜欢异地吧 当时我还才大二 所以 好吧 我要说得很简单了 灯塔 高忙万丈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 可以舍掉自己的女朋友 在你珍惜无比的 看中的这段感情上 对于他来说 可能只是 生命中的一个小过程 你是做珍宝的 偷心挖肺的这么一个男人 可能看待你 只是曾经的一个小女孩 你愿意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 人家可能随手丢掉 如果一个不爱自己的灯塔 不珍惜自己的灯塔 它有什么价值 如果灯塔回来找你 你还要它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对吧 但我觉得 根本不可能了 如果可能了呢 灯塔回来了 说我们在一起 历经两年多 还是你最好 我没有想过 我也不知道 跟男孩说几句吧 有的时候 温暖可以感化一切 有的时候 温暖什么用都不管 有的时候 你能等到那个人 真正的回心转意 有的时候 一辈子等不到 这就是爱情 让人又着迷 又可恨的地方 我不觉得你 能够取代 他心中灯塔的位置 而且你也不太会获得 这个女孩 给你同等回报的爱 你真的要等下去的话 可能等到一个 很可怜的结果 与其这样 不如放手 灯塔为什么他忘不了呢 因为遥遥无期 在远处照耀 温开水为什么 他不太在乎呢 措手可得 拿来就喝 等他想喝 喝不到温开水的时候 说不定 他就能记得 水是生命之源 灯塔只用来 眺望就可以 男孩说了一个非常对的话 爱情当中要有希望 你们俩同样 都是抱着希望 在谈着自己的爱情 只有当 这个女孩 对前一段恋情绝望 你的希望才有 而现在呢 这个女孩并没有绝望 一直在期望 因为她觉得 自己的爱情 是有希望的 而希望当中的 那个男主角 不是你 是她的前男友 女孩 你是在谈着一场恋爱 一场曾经的爱情 而那个男主角 就是你的前男友 否则不可能 失恋 多少多少天 不可能已经分手 还给她 做生日快乐 而你的心情 随着她的 一举一动在变化 她在那个城市 你关注 那个城市的天气 请问 同样的几件事情 有没有为她做过 有没有想 为她做过 所以啊 她在跟你谈恋爱 你在跟前男友 还在继续的恋情 我觉得是 只不过 一个是地理上 离你很远 却在你心里 充满了所有的位置 一个虽然每天陪伴你 在为你做这一切 但是可她 在心里上的位置 离你很远 你们分别在谈着 一场恋爱 而真正的爱情 是相爱的 两个人的希望 是同一个希望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而你们不是啊 貌合神理 你知道自己根本 就没有真正的 爱上过这个男孩 只不过他是 能够让你走出 暂时的悲伤 一个陪伴的伙伴而已 但你不告诉他真相 不是的 老师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 对啊 就怕这样的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 是的 可是你还要给他希望 你明明觉得 我不会爱上 前男友 他只要不结婚 你一定会信在他那 不是的 老师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底线里面 我是不可能 因为以前的男朋友 去辜负现在的男朋友 我是绝对不可能 你还是没搞清楚我的意思 你心目中真正想 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是前男友 可是想归想 对啊 现实跟 你告诉他了吗 想清楚吧 好吗 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要想清楚 你就不知道应该 接下来怎么做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有些人注定 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但却总是成为 你记忆中的常客 有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常客 但永远也仅止于是做客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喜欢和不喜欢 明明白白 来不得半点虚假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但问题是人 总是喜欢仰望那些得不到的 忽视身边已有的 你口口声声说 对前男友的怀念 只是成为一种习惯 那是因为你对他还不习惯 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三年五载 破坏一个习惯 只要二十一天 只是你自己很喜欢 很享受那种习惯 却很不愿意适应 现在这个男人的习惯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 你反反复复要强调 我是跟他说了的 我一时半会儿 是走不出来的 我也是跟他说了的 你想取而代之 是有一定困难的 表面上这种话 源自于你的一种善良 是我已经说过的 所以你爱我与我无关 你要付出要冒险 那是你的事 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 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 一开始我有这么跟他说 对 就是你跟他这么说 显得很自私 你说 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跟你说了啊 如果你到头来 不能取而代之 你别怪我 我已经事先跟你声明了的 但爱情不是商业 不是做生意 不是事先约定了 就可以内心不愧疚的 感情是一个自觉的事 你能不能走出来 是你自己内心的把握 所以说 如果要说错 你内心错 往往就错在这一点 你不要觉得很难以拒绝 因为如果你不拒绝 显然就是一种伤害 我倒是希望他去美国的 让他在自己的前男友身边 好好地待一待 你会发现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也许你真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会发现 那个男人可能不适合你 其实我自己的预知是 这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 如果你的前男友 你们能够在一起 他就不会抛弃你 如果他可以跟你在一起 他就可以取而代之 但是问题是 这两个男人都不是你的归宿 不要听那些所谓的 什么石头也可以捂热 五热了没有用的 放在这五十分钟热了 你把它拿出来放桌上 它又冷了 你要五热它 你还得揣在兜里 你能天天把它揣在兜里吗 你揣不了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来不得半点虚假 所以不要妄想取而代之 其实你从刚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它的风险 当它跟你说 你想要代替我前男友 内心中的分量 不是那么容易的 刹那之间 你的那种征服欲被挑战起来 我还不信呢 我还赢不过一个大洋彼岸的人吗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还要置以为之地坚持下去 你就跟着他去美国看一看 如果你看着他和他的前男友走了 可能你内心还找到了一点平衡 但是我认为是毫无意义 你在他心目当中 并不是最珍贵的 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现实 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上去 送一声祝福 不要出来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太快 其实我觉得 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当你前男友离开你的时候 你学会享受寂寞 它无机可乘 没有今天这一段 也许有会更好 没这么纠结 当他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 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 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 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 孤独 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 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 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 迎接下一段的情感 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 付出这种东西 它不会丢人 你爱不爱我 就像喝水一样 它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 可能别人看来 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 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 没有希望 感到了绝望的话 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 但是 我还是想在心里 把自己想的想明白 同时我也希望 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 告诉我 所以我不希望说 咱们俩一直 想着本来自己 不应该想的东西 我觉得 在一块 你让它说一句话呀 我想说可能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去美国 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 纯粹是为了我自己 请亮灯 哎呦 你听她说一句多好啊 哎呀 请回两位 大学里的爱情 毕业了就面临着 这样的抉择时刻 请关门 即使我想没有那个 前男友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对 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 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 年轻嘛 总是要经历许多 让他们自己 好好的去沉淀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一看 这一对他们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